提到炫耀最知名的可能算是江南style中那匹宝怪的小野马,或双人组合Triple Maker,聪明歌曲中性感的小妖精。 1992年6月6日出生,身高体重,164厘米每39千克金宣扬,早在2006年就已出道,十四五岁踏上娱乐界,纵横如金石鱼赛,除了颜值,火辣的舞蹈与独特表演风格也密不可分,可他长年走红的最大功臣,切以为是,他的全身都是绑在更新化带迅猛的当下,一人没有唱歌跳舞以外的技能, 很可能死于这个看爱哉的时代,炫耀身至这点,把自己的一技之长,毫无保留的展示出来,连腿都不用高抬,只要录个三分便可斩获重难,一米六四的身高,腿长几乎占了身体的一半多,轻轻一扭便就有人被急救车拉走普通明星拍杂志,以展示脸蛋为主,但他必须带着身材,只因所有摄影师都不想抱田天物, 当然他们也都想见识,一下这两条传说中的火腿,野性十足的大腿,让周围五个影黄熊性生物,都被震慑到内伤多年混迹于乐圈,对于需要付出的艰辛,他早已了然于胸,胸口那颗猪杀质就是最好的证明,这股从胸中散发的狂烟,足以让你产生自信感,而你还要感谢上帝,没有比血流进而亡, 抖羞这种动作他通常不爱做,因为一般人受不了体重四十千克左右的的他三文却有三十五,二十三,三十四,明明是XS的身材,却又虽,低照背得了,天生游武根本就没有科学道理可言, 当年一曲《Nobody Soho》的Wonder Girl女腿,是宣养出道的团,不过因为身体原因退出了,其实刚开足娱乐圈他就清楚,如果不把自身属性,发挥到极致很难立足,于是他以休养的名义对自己进行深造, 没想到的是,绝成归来的他在回顾到从前的团,位置早已被其他人顶弃,于是只能以其他形式出道,为了重回娱乐圈, 金血远从韩国JYP Entertainment,转越至Cube Entertainment,继续展开练习生涯, 他有些失落,对于已经出道的艺人来说,不光是脸面问题,心态上也未必能撑下去,但他心中果决,必须要出道, 于是在欧派最大时的基础上,发明了托举,这招厉害了,反显者必大脑倒机,他控制观众的本事,早已炉火纯青,他从不吝啬展示他的美背,一言不合就为你转身, 在韩国所有女性最重要的训练内容就是漏腰,尤其现在陆西装变成了演出服的基本款, 血染的小蛮腰系的一塌糊涂,就像腰间有一把无形刀,在扭动中射穿你的心,奇怪的是, 他的蛮腰还能斩杀一切同性极度之心,大概在姑娘们的眼中,根本无法与他抗衡吧, 佳人系不知直腰之鸟挪四肉柳中透着疯狂的腰力传说,中标准的A字腰只有纤细的小马腰,才能凸显骄傲的腿, 这才是堪称标准的完美身材,蜜桃腿不会从天而降,他要求拥有者,永远要保持一颗年轻的心, 十颗用烈性为之加持,是哪曾经在女团4minute中占C位,Rap和舞蹈担当, 绝佳的舞蹈表现力背后,狂野垫屯红不可没,跨骨上下左右翻背的抖动, 便能让他位于99.99%女星之上,他是台上的野马,随时可以带给你惊喜, 只有看现场的人才能体会粉丝的缺氧感,人间整气是扭屯顺牙的肩膀上文神写了一句话, 是他的座右鸣,也是带给他强大动力支援, My mother is the heart that keeps me alive 母亲是我活着的力量,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除了野的性感,始终伴随他还有一个笑词之心, 无论经历多大挫败,肩头的这句话,便能给予他足够勇气, 有一种性感叫相接冒一般渲染会无数,谁也挡不住,江湖上传言, 有一种性感叫渲染,他就是有本事照所有在矿画面,被渲染成荷尔蒙爆炸款, 总关于乐界,每个女星不会这一招,但真正用的好的却没几个, 一级疗头杀引人注意,二级疗头杀引人入境三级疗头杀, 勾魂夺扑似级疗头杀毁天灭,但无论多么曼妙的身材,始终逃不过岁月摧残, 紫园再好也有过期的一天,但血缆还有一个身为舞者最该具备的兼人, 这姑娘九岁习武,从进入娱乐圈到现在,从未停止过舞蹈训练, 在她的社交网络上,除了各种日常拍摄,演出等照片,视频, 最多的还是舞蹈训练,你能随时随地看到她在扭动着, 哪怕身上脸到鱼青,贴上橡皮刀接着来,血缆再帮朋友拍照, 腿上贴着大块橡皮刀出了舞台,她去的最多的地方大概就是练务房了, 每天至少要待上四个小时起,舞蹈机起也好, 全是武功演霸,没有努力一切都是扯淡, 你们看上去简单的一个动作,可能是她几个小时, 甚至数百小时的练习换来的,这姑娘天性不羁, 在舞台上跳到激性什么都敢满足观众, 比如聊上衣或许她只是跳热了而已, 先生会对于一般艺人来说,形象无疑是最重要的, 今天做的造型无论怎样都不能乱, 粉丝送的礼物大多情况,下会直接变到助力手中, 而炫痒不是,无论你给她什么小礼物, 她都亲自戴上给你看看, 大到花环,帽子,小到把甲,兽耳, 她从不嫌弃东西的脸下,当时就戴上, 这无疑是对本次爱的最大尊重, 甚至有些人递给她性感的蕾丝面具, 她也马上戴, 手上的素量花也是歌迷戏商的其实婚纪多年, 纵观世纳的负面新闻虽然多, 但都以尺度爆炸为主, 比如第四张solo专辑以及Chemistry MV中, 过分清凉, 就算是谈恋爱也都是直接公布, 很少有其他类型新闻, 于当时大红大字的Trap and Maker, 组合成员谈恋爱, 失恋解散, 她淡出了娱乐圈, 2017年, 血远强势回归, 并跟两个年轻鲜肉组了组合, 在Lip Amp, Hip MV中, 又因为尺度战上了热搜榜首, 再说下去就没法播了, 别说上帝平台这姑娘, 没人能随便成功, 性感只是老天匪的本钱, 在她的十年走红, 显然有更多原因, 坚韧努力, 不爽大牌, 女人本位, 以及终于自己, M最后几张图把编辑, 等于扎月落, 请不吝点赞,